最近我爸我妈要去海南玩几天,叫我煮两个鸡蛋带着,饿了可以临时当饭吃,那我爸妈发话了肯定要做啊。 但是我老婆听见了,立马就说她来做,我心想难道是要在我爸妈面前好好表现,然后等他们走上我快出一板,事实证明我想多了。 原来老婆是要做她最拿手的卤鸡蛋,这不已值得厨房礼貌,我就负责打个下手,老婆出手真是阔绰,一下子把家里的二十个鸡蛋全都煮了,当然都是卤后的,我当然知道是好吃的,因为我经常吃。 但是我爸妈不知道,结果被我爸说了两句害大家,当然是开玩笑说的,人家我爸我妈让做几个,我老婆一下子都做了,肯定被骂,出锅后又是我爸。 这次补马,属我爸吃的最多,感兴趣的朋友们快来学习吧。 五香卤蛋,包尔鲜碎律冻,配料。 鸡蛋十六个,精盐一勺,白糖一勺,生抽一勺,冬抽一勺,料酒两勺,八角三个,桂皮一块,小葱一根,姜一块,蚝油一勺,烹饪不走,一鸡蛋刷洗干净,二大料洗净备用,三国中倒入清水。 放入盐,生抽,蚝油,料酒,白糖搅拌均匀,四放入鸡蛋,五放入大料,小火煮半小时,七火煎泡一晚上,即可食用,六看着就很有食欲,烹饪小贴士。 中途要拿个勺子把鸡蛋壳敲破,更好入味,二食用前加热一下更美味哦。 三,鸡蛋是熟食电晶银淋蛋品中的一个大重化食品,普遍受到人民的欢迎。 四,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脂肪,维生素和铁,钙,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,蛋白质,唯油质蛋白,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。 五,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和其他微量元素,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,具有妨碍作用。 六,鸡蛋负航低原权和卵磷脂、卵黄素,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利,能解脑意志,改善记忆力,并促进肝细胞再生。 你会做了吗?喜欢美食节的文章,请关注、分享。你有什么公典和想法,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